只希望读取的是其中的几个栏 比如说姓名跟手机我要 其他不显示的话 当然前面有讲过 第一个 因为读进来之后 它是整行读进来 整行读进来是读到一个字串 所以其实在LINE里面 它就是一个字串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用之前教过那个Type Type那个方式 把它的资料形态输出看一下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读进来之后 只要它其中的两个栏位 另外三个栏位不要显示的话 有什么方式 好像前面我们有做过 把它切割之后 前面需要有一个LINE来接 所以特别注意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我取一个名称叫LINE好了 这个LINE就是一个LINE的变数 当然你可以先给它一个空的 不过其实因为我后面就要接了 我就不需要再给它一个空的 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LINE 它里面的东西 所以点下去之后的话 再用那个 前面有用过一个叫什么 SPRIT 所以SPRIT这个非常的重要 SPRIT的这个方法 其实你只要怎么样 有点像资料剖析嘛 你只要什么 给它一个逗点就可以了 它就帮你把这个LINE里面的字串 本来是一个字串 就切割完之后呢 就放到这个LINE里面 所以这个LINE里面 当然如果说你要把它Print出来 比如说假设了 我这个用什么 用那个 假设我把它Print是一个LINE 把这个LINE输出的话 那你会发现 我把它执行好了 这个地方 它就会输出什么 输出一个一个的LINE 我们有发现 它这边就一个LINE 一个LINE 一个LINE 它就不会换好了 反正就是 切割之后呢 就一个LINE 所以你会发现 就横挑一串的 另外还有个问题 有没有发现 它开头会有这些东西 这是那个 UTF8 UNICOD的开头 叫 BM BOM Bites of Mark 那特别注意 这个东西将来也会出问题 所以以后 如果你希望它不出现 可能要想出方法 把它去掉 不过这个后面 我们再来看 那你会发现 不对啊 这样我不要这样的结果 我希望怎么样呢 我希望 它帮我把 这个其中的两个东西 就是姓名跟手机输出就好 其他不输出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 就是直接输出它的第二个 那这个编号的话 我前面讲过嘛 如果你要输出它第几个的话 你这边可以给一个编号 外面包一个小瓜糊 串接一个什么呢 串接一个 假设第一个跟第最后一个 就是手机好了 那最后一个就第四个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一个list 一个1一个4嘛 所以这边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这样输出好了 然后面的话加一个逗点 一样输出 所以你会发现 它只会把 这个list里面的姓名部分 跟手机部分做输出 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就不输出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输出 你会发现呢 输出之后的话呢 它只会是姓名加手机 姓名加手机 当然如果你中间 希望再串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要把它分隔开来的话 也许你就可以直接在中间怎么样 再增加一个 也许空白吧 也许是 一个空白 或者是一个逗点 假设我这边加个逗点 然后再串接后面的东西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就直接把它输出 那你会发现 list串接 OK 输出的话 那看到的结果 就会刚刚好 是我们要的 OK 那除了练习这部分之外 我是建议呢 除了用TST之外 其实如果说将来 你要把那个什么呢 E-Sale里面的资料读进来的话 E-Sale我想 因为如果你要用E-Sale 直接读的话 你可能要安装 一个外部的一个套件 那我目前是没有装 所以如果你假设 不想要麻烦装套件的话 那你可以先 最简单的方法 就用CSV啦 那CSV 我在云端上有一些练习 各位可以从云端上面 找到一些练习档吧 我把练习档是放在云端上面 里面的话会有一个范例档 范例档里面的话 也许你随便找一个练习档 就逻辑函数里面打开来 其实Google的话一个好处就是它直接可以下载格式 可以让你挑那个CSV 那如果说假如说你今天希望把这个逻辑函数 里面的CSV 就这个档把它直接开起来的话 那其实因为它是CSV 你直接开E-Sale 它会直接把它载进来 不过你会发现哦 这个地方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乱嘛 为什么 因为Google是支援UTU-8 可是呢 这个在我们的Microsoft里面 它是CP-20 所以很多人好像都遇到类似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其实好像有几个方法 不就是你不要直接点两下 按右键 你可以开启档案的时候 一样用什么 记事本 其实呢CSV本身的档案 它就是纯文字档 只是说它这个中间 是加豆点而已啦 所以这跟刚刚那个 TST是还蛮像的 所以你如果要直接打开 在那个Python里面开的话 直接怎么样 就是按右键哦 用记事本来开 另外你可以按右键 再另存新档看一下 你会发现哦 它就是UTU-8 所以哦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E-Sale打开 不要乱码的话 什么方式呢 存一个ANSR看看 可能就不会是乱码了 不然你试试看 这个我印象中是 如果你不希望让它是乱码的话 你就把它储存 试一下好了 再把它关起来 再开起来 你会发现哦 E-Sale里面 马上就变正常了 因为这个蛮多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我下载东西 C-Sale打开全部乱码 哦哦 那其实关键就在这里啦 那反简体应该是 这不是这问题 因为反正UNI-Code UNI-Code里面 反简体是 就是没有问题啦 因为反正它一定有对应到 如果说简体在社会叫起来 变乱码 如果是乱码跟反简是无关的 反简是无关的 跟编码有关 对对对 那目前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亥群芝麻 应该是 就是 就是 不能这样讲啦 因为大家都已经 遵循新的标准了 就是UNI-Code 最多就UT58 可是就是微卵 它就是很多地方 它就是不要跟你UT58 不跟你玩这个东西 所以呢 会造成这种问题呢 就会变成说 让那个设计端很无所适从 我如果今天是用那个微卵的 那个Visual Studio里面的东西的话 那我跟其他的可能就会有一些资料上 交换资料就变成乱码了 但实际上其实也没有很复杂啦 就是 按右键这边开启档案 用进士本 其实可以搞定很多事情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有档案很多啊 你希望一键按下去 自动全部转换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写一个转换的 简单程式就可以了 这部分其实Python也办得到 VBA也办得到啦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除了练习刚刚那个档案之外 也许从那个云端上面 找一下其他练习题 也许可以试着再把它开采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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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